南科华科9月份的营收同步报喜 南科月增8.3%来到了38亿元 华科则是比上个月成长超过7% 连续4个月改写历史新高 预期第四季在市场产能依旧吃紧的情况之下 Dram的合约价格会持续看涨 也可以支撑后续的营运动能 SK海力市无锡厂大火引爆Dram消货价 在9月大涨超过三成 刺激Dram厂南科产品平均销售价格 较8月上涨7.6% 出货量增加1.3% 推升合并营收冲高达到38.05亿 月增8.3% 南科业绩强眼 华雅科更连续四个月改写单月历史新高 月增7.3%达到59.76亿元 两家大厂9月营收同步走高 不过第三季业绩表现却不同掉 南科因为持续淡出标准型低润业务 单季营收季减17% 只达到114.57亿 华雅科则维持高成长表现 季增32.9个百分点 来到169.44亿 创单季新高 很好的一个人 帮我们不少忙啊 整个在大陆那边的市场进展也蛮多的 展望第四季两家大厂同步祭出乐观看法 预期敌人市场供给将持续吃紧 现货价以及合约价仍有看涨空间 而望虹董事长吴敏球曾喊话下半年将转亏为赢 第三季营收已经较出计增28%的亮眼表现 能不能成功扭转亏损局面 也成为投资人关注焦点 富士学卢关宇台北报道